David这首歌MV刚刚大家看了 其实觉得真的是一个充满希望 就是说你们刚刚跟刘轩聊天 其实为什么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 会是用这么的快节奏音机 对你说歌本身吗 我觉得歌这个东西其实很奇妙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歌的部分我不是故意创作出来的 我并不是因为有这件事情 让我硬去写一首歌 其实真的不是 他真的就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有就是你们刚刚听到的副歌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就是这样一句 对那当然你听到那句的时候 你马上会想说 哦是谈恋爱吗 对其实不是 但你也可以说他是 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跟 在肚子里面的那个baby在谈恋爱 对所以里面的你看到的那些 那些字眼啊 比如说baby啊想你啊 什么什么想要跟你说话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就有点像 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跟他的他的子女的一个对话了 对那他为什么会轻快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歌生下来就是长那个样子的 对所以我也没有刻意的去雕塑 或者说去给他去去做一些怎么样的 我只是让他顺理成章的被制作出来 对那MV的部分我刚刚也说过 其实我们当我们跟导演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特别跟导演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其实你们知道的细节比导演知道的多 因为我们不想导演好像要有一种新闻为主的一种想法 说啊你要叫我这样去拍吗 不是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反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 一种两个人的感情 那这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互相其实是陌生的 可是最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哥哥比较大的这个男生 他有帮那个比较年纪轻的那个弟弟去玩圆他的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让我觉得比较感动的 在这次MV里面啦对 所以像你刚刚说接下来还有一些歌曲创作 大量的歌曲创作 非常大量 非常大量 对因为公司给我很多压力 没有啦其实我自己也给我很多压力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因为这些年其实没有给很多人创作 因为连上次连杰伦都有跟我讲说 David你快点多写一些歌给我们听啊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对啦 我应该要多创作 然后要多给大家这个一些新歌 所以这个在就像我说了 我觉得Mars Baby之后没多久 你们就会听到很多首新歌 那我也希望给大家这个惊喜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到 透过我的音乐一些真实的故事啦 然后一些真实的感动 对 其实刚刚看到看完MV聊到这件事情还是有点难过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对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一些心酸会有一些遗憾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 去我跟Penny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聊 聊这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努力啊 我们还是要加油啊 而且我觉得就最主要是我们要顺其自然啦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可以去勉强的 对创作 你说你要创作一个baby出来 或者你要跟你创作一首歌一样 我觉得它是它就是一个很很很自然 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对 可是刚刚有讲到今年工作这么多 还有时间 有有 这个绝对是在我们的这个名单上面 这个priority 绝对是priority 对对对 那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这个这个部分 我也有跟Penny说啦 就是说当然因为我的工作今年真的非常忙 除了彩排演唱会 然后今年可能下半年可能还会继续有一些 在在亚洲的一些一些一些巡回等等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对我们很重要 可是我不希望这个部分成为我们的压力 对我不希望成为我们的压力 所以本身有拍号颁表了吗 颁表啊 哇你这边是工作打卡吗 今天几号了打卡来吧 没有啦没有啦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 我们有自己我们自己的规划啦 对对对 是的 工作其实有时候 Penny会跟我去 对对对 我这样说好了 好玩的工作 Penny就会陪我去了 对对对 不好玩的工作 他就说没关系 我还是待在家里好了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也是我之前常常跟刘萱在聊的 就是所谓的work life balance 对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的这一个平衡 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当时候是怎么样安慰她 我觉得因为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我都在她身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呃 Penny自己其实我觉得她也非常非常的 呃 当然肯定是有情绪 可是我觉得她也很理性的去面对 对那我觉得我们 呃在这个部分 其实互相都有 其实我安慰她 她也有安慰我 她也安慰我 对 当然我觉得因为 她当然肯定比我辛苦很多 妈妈是肯定比先生辛苦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都是多陪伴吧 然后多去沟通 多去聊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其实如果 一对情侣或一对夫妻 或者说你不去聊这个事情的话 或者任何事情 不见得一定是关于 比如说怀孕跟baby这样的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必须要聊开了 必须要直接去沟通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一个可以去释怀吧 的一种方式 对 那快过农历年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 对谁说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快农历年了 因为我发现我这段时间 都没有再过任何节日了 但是我觉得在节日当中 都就是非常感谢 我觉得应该要对于 很多的一些歌迷吧 对 然后可能这段时间 也都非常支持我 当然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知道 这个故事 就是这件事情 去年发生的事情 很多的歌迷也有给我 很多的鼓励 对 那我也希望可以用好的音乐 好的音乐 去回馈大家 所以要谢谢所有的 支持我的朋友 这个也包括歌迷也好 家人也好 然后我其他的一些亲朋好友 对 也要谢谢你们 对对对 然后一直这个 也给我很多一些很正面 然后很有正能量的一些报道 等等的 对 谢谢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2015年你上过阳世春晚 对不对 对 2015年 对 可不可以聊聊那一季 那个春晚的故事 比方说那时候 前面是不是很紧张 然后那个那一次的经验 我觉得春晚的这个经验 应该都是很紧张的 对 因为你要可以想象 这个是全世界都在看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 虽然可能你的这个 这个露出的时间是很短 对 可是它有点像奥运一样 就是你必须要在那一个 很短短的几分钟 你就必须要爆发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 可以被选上 可以参加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吧 会准备很久吗 会准备很久 会准备很久 对对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